继对着吉亚的一个决胜局了 这局的话呢 宝瓶吉亚就能赢 所以发财哥这边跟我说的一模一样 带了一个张狂 这个张狂的话呢 就是打昆虫会好一点 这套阵容说实话呢 守夜人我觉得宝瓶不难 他如果抓昆虫 抓这边的空军 我觉得宝瓶难度不大 就穷者想要打四人开门战有点难 穷者只能考虑三人开门战三跑 这个局是这样子的 就如果说这里穷者想要打四人开门战 他们得是让这边的教授出来扛压 但是你说守夜人会去抓教授吗 可能性不高吧 我们就看看这把的一个开局啊 抓谁 我觉得抓空军抓昆虫 应该对于守夜人来讲 都还是比较稳的 这里的话上来找空军 小铁双弹空军 这边空军的话拉点 拉不了太远 这边昆虫现在就要对 昆虫第一波在空军这边爆了 来抓我的时候 这边就得给了 这个昆虫得过来帮忙掩护 昆虫在哪里 减速减上了 这边的话卡住 点位板子拍 一刀没抽中 一刀没抽中 这边开不开加速 开加速可能会吃枪 所以他不想交这个加速 昆虫的虫子已经卡住了 好 躲 没人躲掉 吃一刀 这边各种卡你 虫子已经做到了一波 但是身位上面来讲的话呢 其实拉的 还是不太够 不过还好 这波反正或多或少是帮忙让空军转了个点嘛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你再开个加速 我这边交枪 交枪 直接断你这波减速 也可以啊 也可以 这枪交的很好 这枪不交要吃刀的 这枪交完以后呢 昆虫我觉得可以再来一波 再来一波 空军这边的话的一个双弹 马上CD好了 减速这边捡到了吗 捡到了 捡到的话有一刀了 捡到有一刀 这边张黄开技能 开技能以后这边交不交闪 说实话这个牵制时间其实还是不太够啊 要四人开门战这个牵制时间 因为他们后续其实没有太多的打架能力的 后续就只能扛刀 一波风吸漂亮 省下了这个闪现 省下了这个闪现 佣兵的机子现在是75 有个地下室没有挂 旧金直接挂上 四人开门战你说没机会吗 其实机子差的不多 因为第一波差不多算是三台机的一个牵制了 剩下的机子我们来算一下 佣兵这边救下来 然后第二波的话 教授救昆虫 这波昆虫就有动作 这波昆虫就有动作吗 小镜头给的是佣兵 要卡比较极限的一个血线来救人 一个护臂 跳过来到脸上 好的 一波风吸过来 血线很急 怎么说假动作假动作 博弈打 卡半 我Q 这波卡半卡的有点好 这波卡半的话对于空军来讲要干嘛 他逼不出这个闪现 倒死角不是影响密码机 然后是让这边佣兵把这个机子补完 发财哥这边选择过来追双岛 但这个佣兵如果不贪的话 想交闪 护臂跳开 爱克 这波发财哥放弃了挂人的时间来追这波佣兵 他打不了双岛 其实对于穷者来讲 斯伦开门战的面就出来了 你现在再去挂这个空军 他们的机子就够了 虽然说是成功的击倒了这个佣兵 空军就没交自起了 空军这波交自起 往下一跳 前面就是板子 板子在托你 一刀倒地 这里的话回忆 教授在补机子 补完机子以后 昆虫压机 来救人 佣兵这边而且倒的位置离门很近 这边的话过来管昆虫 打出了一个交自起上挂飞的空军 这边过来 穷者这里的话 看看要不要翻翻箱子什么的 因为他们现在有足够的时间 来跟你打 你一个张狂挽留 我这边 对吧 这昆虫我觉得都可以走 给队友翻箱子的一个时间 傭兵这边教自己了 开门战是个满血 板子下了 这边 大龙 昆虫扛压 知道这是一个张狂 机子点亮顶壳 完了要三跑了 因为这是个张狂 他只能第一时间赶 第一时间赶的话 昆虫这边就开门 现在场上面四个活人 差了一些道具 如果有些道具的话就更稳了 这把我觉得艾克 这个傭兵打得好 极限救人 极限救人 户必躲闪 现在追的还是个回忆 完了 回忆 大魔王级别的开门 三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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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怕 二怕 三怕